区块链呢,我们是这样看的,对于底层技术上来讲呢,应该说呢,还是有相当的前景,我们也非常关注,在我们的业务之中也有相应的尝试使用, 例如我们的供应链金融,我们的公益金融这种相关的信息呢,也都上链,我们已经把它用起来了,把上下有企业的这样的交易的信息来讲呢,实时的上链,做到呢,不可篡改, 那么这样的这种,对于全署的确认,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做分控,我觉得它肯定是一个非常早期,但是是不是能够最终有大行其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, 我觉得可是还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,有一些前期的使用场景,但是呢,也没有办法跟互联网,TCPIP这样的去等同起来, 与此同时呢,像比特币等等呢,这些币来讲,我们的认识是,它们很难成为法定货币, 也不太是一种非常方便的这种处置工具,现在的泡沫成分来讲呢,还是比较大的, 那么对于ICU这样的一个融资模式来讲呢,我觉得呢,炒作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, 所以投资者需要极为小心谨慎,做自己懂的事情,不做自己不懂的事情。 请你先开始一谈服的行李箱 。 请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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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